氫原子光譜在紫外光軀中 它的頻率為十六分之十五 R乘上S的負一次方 其中R叫做瑞德波常數 而這樣的光譜線 有關此譜線的攔截要籤以及敘述何者正確 首先我們看到前三個選項 這三個選項都在詢問它是由哪一個能階 要籤到哪一個能階去 所以接下來我們就列它的式子 瑞德波方程式那就是波常的導數 等於這個常數乘上這是能階平方的導數差值 接下來我們就把它的能階分別帶進去做計算 那A選項是3到1 所以它就是1的平方減掉3的平方分之1 而這樣減出來的數值是大於0的 那波常的導數那等於這個數值 那經過計算就是9分之8R 那波常的導數就是它的頻率 所以看起來A是不符合的 再看B 4到1 那帶進去算出16分之15R 這看起來是正確的 接下來看到C 3到2再帶進去 經過計算的結果是36分之5R 那這個並不符合 接下來看到珠跟1 珠選項詢問 這兩個能階的要籤最多可以產生6條光譜線 那1選項詢問 這兩個能階間最多可以產生3條光譜線 所以我們可以把這個圖形畫出來 4到1最多可以有6條 比如說4到1 4到2 4到3 那3到1 3到2以及2到1 總共是6條光譜線 那以數學來說 那可以用C4取2 就是能就有4個 那每兩個之間能要籤產生一個 一條光譜 所以4取2 那就可以產生6條光譜線 所以同學可以算的 也可以利用畫圖去得到這個結論 所以珠選項是正確的 什麼都不作為 それでは REY不要 Taj 楞